球數現在是投手取得領先 好球 結果打擊了六方沒有出棒 遭到了三陣 現在雷利又取得球數絕對的領先 結果三個球把林志祥也給解決掉 結果這個球打成一個軟弱的滾地球 考驗一下三連手的接球之後 傳一雷 這球的勝率也相當的不錯 是45勝17敗 掌握得相當好 這個球打到了游擊方向 游擊手林志祥 這球之後傳向伊倫 想打擊了高烹慶給 不過我在比賽的過程中 好好的觀察 對自己都有 這一球打成一個飛球在左外野的方向 左外野手往橫向移動 最後是被球對打者有力 但太高也不行 沒錯 胸部的底下 那個高球才有效 最後 游擊這個球打成一個衝天炮 在游擊的上空 在游擊的下半 首先上呢打擊的是高志剛 面對的是雷力 這個球打成一個游擊方向的滾地球 游擊手接球之後傳一雷 2011年的10月16號 那另外也是他們在總冠軍戰的17場當中 所敲出的15支拳一打 這球打擊的楊松田還是被調中 遭到了三陣 這個所謂的雙箭頭也就是兩隊的前兩棒的一個表現 結果打擊的林志祥 這個球打到了左外野方向 這球距離不夠 被左外野一直二臉安打 不過現在分數喔 在兩次雙殺手臂的幫忙之下 是只差兩分勃 這個球打著 潘虎熊沒有出放 遭到了三陣 最多投到111球 這球打成一個在中外野方向的飛球 中外野手往前移動了幾波 將這個飛球給接殺 主要的關鍵之一就在於 借游賽的分數往往比例行賽呢 事實上是要來的敵人 來看一下這個球打到了左外野方向 左外野手往後退 停下來接殺出局 下半一輸舉一賽雷 這球打成了一個游擊方向的滾地球 游擊手接球自己先踩雷再往一雷送 結果是一個Double Play 也追準 這球打成了一個滾地球 打了一手葉祖軒接球之後 穩穩地傳向一雷 接下來配球的一個功力 結果殺了兩個球 張台山被拉掉 遭到了三撤果 在這個半局 統一試隊是追回了一分 目前一比二 一分落後 來個慢的結果打成沒有出發這個球 進到了好球袋裡面 把彩儀有一個寶送 這個球打到了三雷方向三雷手接到 再往一雷送Double Play 結束了在七局的下半 統一試隊的進攻 還是一分落後 我一點更可怕 排轉棒做了一個觸擊 走球 接到之後 給補位的二雷手 最終呢 中導總教練選擇了 還是比較穩健的戰術 重點是選手也有執行成功 厲害 點了就漂亮 這時候在把高智康送到得點圈之後呢 馬民科桃園隊叫出了暫停 接下來的打者 劉福豪不管在歷史賽 跟這一次的總冠軍戰呢 打雷利都打得相當的不錯 菲律普已經跑到那裡了 五軍兩 投手家人叫他擔著 到底是什麼 稍微注意再看一下 這個現場現在也滿尷尬的 不過 菲律普還沒跨進來啦 對 還沒跨進來 最後決定還是要做投手的更換 把今天的表現相當出色 雷利爾給換了下場 他的用球數也來到了接近110球了 加上今天劉福豪打雷利爾是3-2 兩-2的安打 所以這時候做一個換投 確實也是一個適當的一個時機 哎呦 這時候 這個 師民朋友就在唱他們的 這個戰歌之一了 那我們看雷利爾今天 在七右三分之一局的一個投球當中呢 投了72個好球 34個壞球 今天好壞球的比例也相當的優秀 僅僅被打了三隻安打 就是被前兩棒所擊出了安打 包括劉福豪的兩隻 跟林志祥的一隻 那現在剛好要進入到一二兩棒嘛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切入 所換投應該是 藍兵高桃園對投手教練 最大的一個考量 對 蠻正確的